开始 我脸没进去 你们就开始了 好累啊 我不想玩了 欢迎大家来到 范晨晨的直播间 哈喽 来了来了 我们先等人来 怎么人不见了 卡了卡了 好不容易赶上一次好卡 好了是不是 好了吗 声音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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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OK了是不是 好 我们先等人来 我们这次青春环境又来到了江西上饶千山县 葛山 葛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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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了两个舞蹈 练了两个舞蹈 两个舞蹈 还录了一首歌 但是当时那边舞台没去的了吗 对 还好没去的了 你那个节目 哈哈哈 对不起那个舞台 今天就不行 我也有两支舞 明天有几个节目 我也有三个舞蹈 三个舞蹈 三个舞蹈 好 接下来我们问一下周深有几个舞蹈呢 两个节目 但是只有一个舞蹈 我也不会跳舞 不公平 不公平 彭哥 不要看酒精了 来吧 周深大概有八个歌 哈哈哈 现在加歌 明天是面向这边的景区的 真的吗 游客的 真的 真的有 帮我们接了场商演 哈哈哈 真的 节目组 又是无童是不是 又我们接了场商演 哈哈哈 告诉我们是录节目 对外商售 第一排的票八千八百八十八 哈哈哈 好卖好卖 好卖 你的粉丝都买完了 哈哈哈哈 受庆了 因为买八千八百八十八的可以到后台了 哈哈哈 后台握手啊什么都有 对全都有 好啊 那我也要买 哈哈哈 好 我们那个 看看评论 我看看评论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 想问我们的 尤其现在不可以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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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录我们青春环游记的时候 很多人说他就是不修 不修蝙蝙 不修蝙蝙 整个人很拉里拉他很脏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没关系 你还有个专门的上场 无童说没有到他上场 不是 你有个专门的上场 你要过到最后 你来了 我看你已经来 你坐着坐着 你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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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欢迎武童 我们节目的总导演 对 我们节目的总导演 我们节目的总导演 对 我们节目的总导演 录节目口瓢大王 哈哈哈 说话老师嘴瓢 今天我们做了些什么 什么东西 看啥 啊我们能看到自己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做了些什么 不一样的东西 你们觉得无童变帅没有 无童变帅没有 我只跟帅无关 对 你们就说没有就好了 我就给他看这个评论 你们就说还是那么的不修蝙蝙 哈哈哈 你的脸一直没有露出来 没关系 哎呀没事 不敢跟你比美 哈哈哈 不敢跟你相提 我们这次安排我们到那个江西省上饶市千山县 对不对 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感觉旁边像仙境一样 有没有 这个地儿这个 为什么找到这样一个地儿 因为他有个口号叫过一天神仙的日子 过几天 你让他游客来玩只玩一天是吧 而且是掉几天 我没有这个 哈哈哈 过几天 你挡不成衬了 没有没有 都挡不成衬 有了 有人说挡我成衬 看不到成衬的脸 好马上啊 哈哈哈 好 这样可费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的组都在看了 开玩笑看 不打不打 给大家宣传一下 这周的节目 哎呀没事 根本没有人在意这个事 哎呀你就快说吧 没事 这周的节目特别好看 这周啊 哈哈哈 最孝顺的心爱 最孝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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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孝顺的心爱 贵了个热搜 所以这周 不不不不 还贵出了一个 鼓励式教育 对贵出一个 贵出一个话题 对不对 教育话题 对 对这周 这周特别好看 这周的看点在哪 这周全是看点 这周应该是我们看点最多的 从头看到尾吗 从头看到尾 他从选 有人说看不到阳极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样行 你妈妈看 对你要不在这 我在讲人生什么东西 那看到吗 来 这样也行 这样好 这样好 这个好 加油儿女了 哈哈哈 还真是 你们在录海洋公园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记忆 晨晨你还记得吗 晨晨你还记得吗 晨晨在那个 你这期办的是 鱼 我这期办鱼 鱼 鱼最害怕的四个人都在吧 对 哦 哦 看在上帝的份上 哦 该死的汤姆 妈妈出了 今天不让你出去跟汤姆 天哪汤姆 那个真的是 大家挺还好 尤其周深和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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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下得不行 他们俩下得不行 所以这招 这招一定要看 因为他们 我们有一个那种类似于鬼屋的环节 哈哈哈 我在晨晨进去 晨晨保护了我保护呦 哈哈哈 我把姐保护的特别好 因为我本来是一个特别害怕的人 然后呢 姐在里面就是 差点哭出来 但是我把姐保护的 真的 保护的特别好 把我保护的就像一个挡箭牌一样 哈哈哈 一直把你往前面推是吧 爹 爹 真的吗 为什么狗头都在你头上 都忘了 狗头在你头上 对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 哦你慢钟这次也多了 对呀为什么 为什么就 慢钟音乐播出几分钟 你到这儿来了 30分钟了 我自我慢了 慢钟了 他观众误会就调牌了 太慢了 太慢了 我们的慢钟那几天干啥 哭啊 快不得呢 我们这个节目连哭三周了 真的 其实我们大家 有点尴尬 我们大家累 就累一点其实都很低 但我们就尽量忍住不哭了 但是如同哥想方式啊 做一些比较困难的游戏来折磨大家 就是没有什么 明明没有什么 然后他一定要让我们讲那种 特别伤感话题 一伤感然后大家的累点就特别低 我们的累点太低了 本来大家来我们节目去看快乐 看个开心 我一跪那儿 哭得要 下周每个人都流泪了 我先说无头你自己哭了没 哭了没 没剥 要把我们的剪掉 我得剥是吧 你当然得剥了 你得剥 你还得微博自己发 不行必须要剥 必须要剥 我给你们形容无头当时 我们在说二十个我 然后说到第二个时候 第一个我们一般说到 第八个才会哭 你知道 无头说到第二个时候 第一个我叫无头 我叫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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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节目 支持无头 很不容易 又哭了是吗 没有 那不是一个哭的一个游戏 就是一个 那就是一个哭的游戏 你专门让我们哭 还下了一点小雨 我跟你们说 有的时候我就是无头的傀儡 工具人 他让我 我们那个游戏叫做二十个我 然后呢 第一个打样的人很重要 因为很重要 因为有可能 在定基调 对 有可能大家把它玩走偏了 比如说二十个我开始 我叫杨迪 我是个四山人 我爱吃肥肠 如果说这种话 大家就可能往这说 对 结果我一来就 我家的狗十二岁了 然后他可能 我就 然后大家就 这个基调就定好了 就不是被气氛带了我们 不好意思 对 我是湖北人的 大家都以为我是东北人 真哭 哈哈哈 但是这个游戏真的很杀人 你真想说我很好玩 哈哈哈 对 今天审片有很多台里的同事 看得都很感觉 是不是 都哭了吗 因为他很真 他很真 他所有的东西都 他不是有硬衫的 还不硬衫 哈哈哈 其实 向大家介绍一下 他也是王牌对王牌的总老演 哈哈哈 王牌对王牌 有一个温情时刻 哈哈哈 咱们也是温情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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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咱们知道清楚 好像是温情时刻 对 我也不知道 很爱温情时刻 真的温情时刻 温情时刻 又哭一模 那爸爸呢 爸爸呢 不在 不在 因为爸爸就录节目 拧不来 走开 哈哈哈 因为他在老家 爸爸在那 而且我告诉你 那期播完以后 我爸爸 好多网友发现了我爸爸另外一个明星脸 啊 像谁啊 像张东升 哈哈哈 而且我爸爸这个地方有一颗痴 我跟秦浩老师的痴 一模一样 然后秦浩老师做秃头的造型 我爸是 老像了 哈哈哈 给我看过了 真的很像 我爸不知道怎么说 哎 你妈妈为什么要拼你的角落 不是 他正好在看 我那段是正看完大姐剧 然后我就让他从第一次看 他就刚开始看 因为那个里面角落 前面他推的是越会越魔 然后他不知道 他以为是儿子 他以为爸 他当时就跟我说 我以后带他去爬山 他绝对不去了 哈哈哈 我当时觉得话很好笑 我就去拍他 那你以前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让阿姨 哈哈哈 妈喝药 哈哈哈 没有了 他就吓一通 他觉得怎么有这种剧情 哈哈哈 我们要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住的地方 是不是你要介绍 我们那个就是 对啊 这期这期 对啊 葛仙村呀 我们现在在这个葛仙村 来 把大字报给吴童举着 没有 葛仙 来 吴童 吴童 你过来 你 这次带我来的 是哪儿呀 我们现在在江西上摇村的葛仙村呀 哈哈哈 葛仙村 这边的葛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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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你别说了没有 他这个鸭这些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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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算了拿走拿走 但是还是很厉害的 对 哎那个 你们来葛仙村感觉怎么样 你们昨天录了 大家要多喝唱青哦 唱青 唱青 导演说让我们多录出唱青 你看 这个葛仙村很漂亮 他有山有水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 还有表演 还有仙气 对 你知道这个渡仙村太客气了 他昨天那个灯光秀 打了我们的名字在上面 真的吗 嗯 没看着啊 没看着啊 没看着 我觉得他太闪了吧 所以打着你的名字 周深看看我啊 周深 但是真的有 它是那个绿色的光 对啊绿色 用绿色的光打着我们的名字 绿色的光打到天上去 我没看 也一起 有二次 再一起 好吓人哦 绿色的光打到什么 啥啥啥啥 不是什么惊喜 为什么提前排练呢 排练我没有 吴童说 吴童说那个名字 有光的名字 是明天给我们的惊喜 被我在这大破灯 哦 他们是在排练 昨天在排练 排练做了好几天 打到天上去 我能不看着吗 你要知道杨迪还做了很多东西 哈哈哈 昨天还讲了一些 你的不识别想的东西了 前做节目的一些 那种厉害的地方 因为我说 哎 对我真的是挺好的 然后 没人用好 然后又诚实 然后接着杨迪说 不 哈哈哈 你听听他录节目的声音 你看错他了 哈哈哈 还好不聊这个了 回头我们再私聊这些 哈哈哈 咱们以为是真的 不对了 你们有没有去这边的美食街 哇 好好 那个饺子 美食街特别多美食 当时 然后还有那个水墓电影 水墓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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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墓电影好啊 周深咋了 周深在听你 周深在听你 因为他听到我说 我说你坏话 他是难受 哎呀 反正总而言之 大家有时间的话 来到我们这个千山县的葛仙村度假酒店 好好好 过几天神仙般的日子 是他们的口号 哦 我来的路上 我就感觉特别那个西游记一样 摇池那一片 你是啥时候来 没看到白天 它就是紧致 有那个干冰啊 干冰啊 干冰 我来老早 因为我在这拍别的 好 所以这里有山有水 有美食 可以很适合 这个休闲住两天 你这一个字都不差 是啊 明天我要好好去看看 哦 但是 这个台词 哎 这个台词 我问你 你真的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让我们唱跳那么多 对啊 对啊 所以导致我们没有 就是我们的才艺 就是 没办法牵涉起来 葛仙村有一个很漂亮的舞台 你才看我什么关系 你也没 哈哈 真的 每个人是 我们是感觉像我们像一个唱跳节目 你心里要想 就是打歌节目 反过 我们都没有心思 你知道我们一共四个人 平均一个人三个节目 两个 就是拼盘 商人 军下来 加唱歌什么的 对 相当于十二个节目 这期节目 你是不是在卖票 大家想看我们唱歌跳舞还是做游戏啊 做游戏 总导演正好在这 我们听听看 就是唱歌跳舞就不说了 当然喜欢看我们唱歌跳舞还是那个 做游戏聊天 对对对 我想做游戏 你们可以说一说 好 我看看大家 唱歌跳舞 做游戏 游戏 都想看 太开心了吧 哈哈 我们只能干一样事情 太累了 我们都没有心思在做游戏上面了 都要都要 做游戏 你看都说做游戏 就每个人办的 不用跳那么多哈 说实话 哈哈哈 还有要是我们这次的嘉宾 你来的时候就是指着我过来就是吐槽 对 结果你咽下去了 因为我一问你说你的动作老简单 对 因为我就这样 哇塞 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车后面 我车后面有个人怎么那么像胡同 然后就说 胡同 然后 然后就追着我们的车 我在那个警局里面 胡同 我要你的妹 哈哈哈 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一辆车 你知道我 我们两辆懒车 我十钟去录歌 十一点开始练练到了两点 就是在那边 等我一会儿还要去 但是明天你看看我 那个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我跳个稀碎 哎呀 太难了 我跳的是 就是那首歌 它不是有节拍的歌 我可以报我的节目名字吗 我要跟 我可以说嘉宾吗 嘉宾能说吗 我要跟那个谁 印堂少女 我要跟印堂少女一起唱 Blackpink的那个 How are you like that? 太难了 我也是跟印堂少女 咋还有软堂少女 哇 Blackpink 他唱了Blackpink 他们是这一期的嘉宾 Blackpink是族的 还有这一期的嘉宾 还有这一期的嘉宾 后面那半年是 晨晨的粉丝说不可以 没办法 人家是嘉宾必须可以 他们七个女生 分配给了我们 我也要跟有三个女孩跳 周杰伦的Mojito Mojito跳舞太难跳 他不是寻常我们听到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也太简单了吧 我的意思是 我们平时跳的是 跳到每个节奏里 他是十块十块 我疯了我要疯了 然后我趁三个女孩没来 我倒改 我跳恶狼传说 周杰跳恶狼传说 周杰要跳恶狼传说 周杰没看你跳过 就那个《极经乐图》里面跳了一下 《极经乐图》里面跳了一下 《极经乐图》里面跳了一下 《极经乐图》里面跳了 《极经乐图》里面 《极经乐图》 周杰的总导演让我们跟《映唐少女》跳舞 那他把《映唐少女》7个人的名字 都抱出来 然后咱们就好好跳 好不好 就这件事 别的也没了 三个 先打开手机 我们《青春环游记》的总导演 作为总导演你应该了解嘉宾的每个 对不对 接下来吴童会说出温唐少女7个人的名字 不用不用不用 说三个 西琳娜一高 你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然后有一个呢呢 N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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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我们有一个叫Nene 对吧 吴童说叫Nene 你一个直接叫他Nene 你知道 Nene 你听到这个人好Nene 等一下 吴童你是直接拼一拼的 N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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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后腿给他说他明天录节目 他就会叫Nene 好这个不算 说错了 还得说点 我是不是要被骂死了 你被骂 他叫吴童 吴童 吴童被骂成 这个节目我跟你说 你名字都说不出来 你名字叫Nene 陈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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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多少个陈 陈卓 陈卓 有这么个人吗 哦 你不要看我们 陈卓 陈卓 是我站的不够高吗 对对对 对对 对了 再说一个Nene 她要捏你 想给她 啊怎么给答案 还给他大字报 答案 你想说谁 他刚说刘雨宁 摩登兄弟刘雨宁是吧 他乱给 那是刘雨宁 不好意思 哎呀太久了了 打到节目可能就大进一步 收官 你的粉丝应该不会看这个吧 他的粉丝没关系 这就是他的微博 他的粉丝 这个是他的粉丝 他粉丝平美度了 至少有100个度了 而且他的粉丝会把你这一段截下来发到 不是偶像练习生 不是偶像练习生 他是偶像练习生 你说他是练习生 你把我们找来录节目都不让我们从哪出来的 你是不是知道我们节目叫什么 我是哪个节目出来的 你男人是出来的 对对对 我是哪个节目出来的 你是偶像练习生 他第几名当时 我第几名 说出来 范晨晨第几名 3 2 1 你进了前9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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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还不上 你真的吗 9% 他第2名 他说你进 他说你进 他是第3名 他是第3名 第3名 你在我的心里是第1名 他不管他叫偶三 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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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过他放过他放过他 就算了 咱们就是这么 不了解彼此 骂死我 周深呢 周深是哪个节目出来的 好声音啊 这是他们台的节目 他唱的什么歌 当时 那个欢言 哇塞 只看周深的节目 打他 关注的话 在你的直播间打他 打他 我要看一下 而且管家刘欣宁 叫刘雨宁 不是不是不是 他说提都提错了 刘雨宁 最终的讨厌 我是哪个节目 不是 解冠官员 解冠官员 对 春晚员 那你是哪个节目的 我心我笑 哈哈哈 大家不知道笑什么 好 好 总导演每天很忙 日理万机 所以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记这么多名字 我为什么要不然把他 他每天没什么事 明天录节目的时候 这个问题还会问你 今天晚上赶紧回去 对上号了,刚才太紧张了。 七个人的眼睛叫他们的名字就好了。 你能对上号吗? 我能试试。 你看你的同事们。 你别做害怕。 因为七个人人太多了,记不住很正常。 但总导演记不住真的没办法。 明天《英堂少女》录制前, 先来加一个环节,他们打扮成一模一样。 让我们的头发梳成一模一样。 让他们跑起来,三秒之内找到牛轩。 三秒之内找到谁。 好吧。 专门给你加的环节。 不是说朗朗不在,你猜我们玩游戏吗? 这是一帮人吗? 让你弄个男的。 你弄个男的。 来点男的呀。 这好像唱跳。 唱到主题。 还有哪个渣编? 这次还有谁? 可以说了。 有明涛吗? 明涛姐。 明涛姐。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下读的拍摄。 节目还没播。 你看, 乌童, 这里写了一个。 啥? 9%。 强烈要求9%来。 9%是什么? 你不知道9%不像我在里面?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他在里面, 你应该怀疑他有没有进甜酒。 因为名次这个东西太, 你别人了, 你越人我越害怕, 我都听你害怕。 女皇, 我问你嘉宾还有谁? 嘉宾还有, 今天还在问。 哦! 还在问, 加入华仔天地有什么用啊? 有用, 有用, 找了很多。 努力了吗? 还有最后一期了。 对, 很多人在帮忙。 好多人在帮忙。 今天你为他努力了吗? 今天你为华仔努力了吗? 你看到了,他有努力了。 我看到他放回圈了。 是吗? 这是谁? 这是我的。 不知道。 他发说, 有没有人, 今天啊, 今天才发布, 现发的。 昨天, 昨天发, 有没有人认识刘德华团队啊? 然后在下面底下发说, 哈哈我不配。 然后我在底下发, 哈哈哈哈, 什么叫哈哈我不配? 哈哈我不配是什么意思? 不配, 就是。 是你找不到刘德华的。 找到的, 还是找到的一些方式。 找到的一些方式。 多管其下。 我要看一下他朋友就怎么办。 我看一下。 好啊。 我看一下。 好啊。 凡事先问问自己配不配。 等一下, 我问一下, 这个好像有所指一样。 在线对一个有刘德华先生联系方式的人拍一拍我, 凡事先问问自己配不配。 感觉, 感觉。 感觉。 无刘德华先生发给我。 先生发给我看呢。 哈哈哈, 是啥的? 我要问自己配不配吗? 说的是我? 我说的是我, 啊? 来。 我把视线看看自己配不配。 总导演发一个朋友圈, 还整了这样一个配图, 什么意思? 这是说我们? 这件事, 这就播了我们也可以提前预告给大家, 你能不能就, 但是你当悬念在用吗? 你预告, 没想到如此,那么预告,不知道要预告什么? 我遇到颠倒一百了,他剪了一个悬念,有没有颠倒没说, 我不知道,你也能看这书吗? 这样的话,就好,就好,全民来守你这个,每天问你,努力了吗? 就是打了个赌吗? 因为我们那天用那个锅铲颠冰方球,然后要颠到一个数量, 然后那天陈陈一直在帮我颠,结果后来陈陈没颠着, 结果我们有一个手活特别厉害的一个人,他出来试了, 他说我应该差不多,然后他颠到了一定的数量, 然后帮我打赢了这个赌,这个赌就是,这个赌我可能不配, 我可能不配,但是,这毕竟是我们总导演的一个赌注。 对,而且他当时以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他当时随便说了个数,因为我们当时拿那个锅铲颠冰方球, 真的很难,然后导演组的人自己测过最厉害的成绩, 也就是三十多个,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这里面有个国际钢琴大师, 他最擅长的什么,就是专注力,这么多年每天八个小时的钢琴白练了, 你让我颠乒乓球,然后梧桐能说,能颠到一百个吗?能吗? 颠到一百个我就满足贾良姐一个愿望,颠到了,颠到一百多翁, 梧桐都懵了,梧桐都懵了,接下来他要做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觉得他能力范围有限,做不到。 然后他也觉得我不配, 一定要看这一集,所以大家每天去梧桐的微博问他, 今天你努力了吗? 今天你努力了,大家一定要问一下梧桐, 因为他一定要把这件事给我们完成, 这都过去多久了,没想到昨天还在发表,还在问, 对,还在问,你们也是中国大型节目的, 我先是注册了账号给梧桐在天堂, 华晓天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给华晓天堂, 但是华晓天堂已经不容新粉丝了, 他就是老粉丝,然后我找到他老粉丝, 那你有亮出自己的声音吗? 亮得到的, 老粉丝就说他已经不看了, 又找了新的, 这些没必要说吧? 哦哦哦, 不是不是, 因为好久没有更新, 他有更多的, 所以没得到更多顺便, 你自己, 是金堂烧女和刘总好, 难道我这是, 还有李桃姐, 你要不要顺带得对一下, 聊聊李桃姐, 聊谁得的谁, 反正我们还, 这次录完以后, 还有最后一次录制了, 对不对? 胜败在此一举了, 也就是这个月月底的时候, 对, 从下次录制二十几号来着, 七月二十几, 三十, 七月三十, 对, 这期间大家都问一下, 我会通话, 督促他这件事情, 对, 所以三十一号, 我是一定会, 还是, 你到时候会用一个别的方式跟我道歉? 哈哈哈, 抽取三个粉丝, 送我签名的, 是你, 是你, 好, 那你抽取三个粉丝, 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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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来着? 勒勒, 这个是我们的吉祥物, 我们青春环游记的吉祥物, 它的名字叫, 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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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抽三个粉丝, 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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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送三个粉丝, 来来来, 大家来, 怎么抽呢, 大家可以刷, 刷点什么, 刷, 刷, 刷评论, 就说, 武童你今天努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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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看这个啊, 我们就抽三位朋友, 我们先签名吧, 来来来, 我们先签, 现场签, 是你, 武童的童是那个, 三飘啊, 他还在演, 三飘这个, 红通通的通, 这样子, 左边一个单, 右边三个片, 武童你今天努力了吗, 别忘了去他的微博, 问他啊, 他, 他天天, 他也喜欢看私信, 你们私信可以, 我私信才很多, 你眼睛可以重一点, 啊你喜欢看私信吗, 我从周深说, 骂我的两个次开始, 周深, 私信很多, 真的吗, 那天我们直播在迪哥家, 然后, 大家如果想看我们去玩什么游戏 我签过了 我们在微博下 我说骂她 你刚才是真说的骂她 我开玩笑都骂她 你以为是谁写的嘴 你要签名吗 这是啊 我没有签名 你干嘛 别人粉丝啊 这是什么 这是吴刚老师 你为什么要签吴刚老师 这我也签了 好了 有一个我会签 这个我会被骂死了 不会 他们把你的名字都打错了 你要澄清一下 谁没签 我都签了 没有胡同 好来 都签好了 我们这个藏胡试念 我们要抽三个朋友 胡 晨晨你来签 好 你这个手机 他们在评论你就 穿一盒让胡同念出来 不用解 你点吧 随便点一个 3 2 1 好像没有几个打给她名字 真是 放大 哪个名字 要不然是吴 打错 就这个 这个挺好的 这个还是你的粉丝 好 来 你念她的名字 给无同念 你念你的粉丝 你的粉丝你念 OK 爱是一个字母爱 小写的爱 福西西 Forever 然后有一个 橘色的桃 橘色的桃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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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啊 这个 就是爱福西西Forever 一个橘色的桃鲜 Forever 好 把它存起来 我的Forever 欢迎你 来谁 终生抽一个 我打抽 杰皮嘛 3 2 1 那找谁啊 我是第一个就好了 看一下 今天 哇 这个好像也是你们的粉丝 哪个 装满猩猩 这个 这个 反乘九人 反乘九人 哦 估计也说的是那一% 肯定是 反乘九人 反乘九人 啊 再来一个 姐来一个 杰尔姐抽一个 截个图 哈哈哈 你把他锁皮 哈哈哈 而且伸手机打不开 哈哈哈 这不算我这个 你在那车吧 OK OK 让梧桐多 来 全英文的 什么呢 这是 校园隐士吗 不是这个 是一个 校园隐士 你用你的 阿乌拉卡 哈哈哈 阿乌拉卡 是不是阿乌拉卡 你就用P 用那个英文字母 LUK A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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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啊 这位朋友 看一下下面那个 读读障碍证 他需要缓映 他有文采的文采 WUKLA 我们再抽一个 大家刷来葛仙村过神仙的日子 哦好啊 然后我们定来可以送门票 警区的门票 这个就杨迪来 我们刷一个 来葛仙村过神仙的日子 来葛仙村 这个有点长 工作人员可以努力一下 来葛仙村过几天 神仙日子 葛优的葛仙是神仙的日子 来葛仙村过几天 葛仙村的 葛仙村的 这个地方在哪 葛仙村的 葛仙村 大家刷一刷 来葛仙村过神仙的日子 我们会送门票给你 全套餐票 几个都一位朋友吗 多在几个吧 多凑几个 我们都在这 你能做主吗 多的你给钱 葛仙村做主了 本来一套 就好像你有很大的权限 有几个呀 有几个呀 谁能知道有几个 因为他老板叫陈思俊 是三个字 哇 大约多少笔呢 这边真的很漂亮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来一下江西上饶的千山线 我们抽三位朋友 对对对对 让范晨晨看镜头 还可以戳村 哈哈哈哈 安装的桃子 村是哪 哈哈哈哈 啊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村吗 你 对 你干嘛呢 我都说 不是我没有 什么 我没有 哪个地方 没有 东北的喜运吗 不是 吓人 大家来 来来来来来 好 这个我村 我们的方式宣传他 宣传他 宣传他 好了没有啊 你怎么又跑出去了 那个半天 好 那我来先抽第一个哈 你就全部抽 都你的吧 我抽 123 嘿 他差 这个结的 好 第一位朋友看一下啊 用户6950 589113399 好 第一位 再来 他手机截笔那一瞬间 开好 嘿 啥子 没事 他只觉得有点尴尬 对 他肯定没有 没有 我是一只小警理 62ZKW7K00 好长的名字啊 第三位 我抽一下 这个鞋 是不是好赞 你是卸亮的吗 是吧 哇塞 厉害的 你喜欢这个颜色吗 对 第三位朋友 我觉得衣服还是一个配套的颜色 好 他 韩江哀哀 恭喜这三位朋友得到了 葛仙村度假酒店的门票 可以错 可以错 很漂亮的 这边还有灯光秀啊 表演啊 美食啊 各种好看 很像那个千语千询那个 嗯 哦 那个仙境 哇 最喜欢的 撒千 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工作 对不对 还要录 好的 那我们就 还没到点 还要四分钟 哦 我们再在这做四分钟 再熬四分钟 哈哈哈 告诉你们 我们待会马上要录游戏了 然后第一个游戏就是 寂静中的呐喊 就带点耳机 扯破喉咙的那种喊 所以我们得留点嫂 喊完以后 明天让我们上台唱歌 哈哈 而且我们要跟七个女孩轮番玩 她们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米桃姐来 哦 米桃姐来 那我就五个人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让 胡同一公里一起玩 胡同一公里 让她体验一下这个游戏 试试看 这个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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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很好玩 还是 这次这个游戏 决定于他们这次穿什么COS 所以大家想看吗 对 但其实大家如果在很多地方 你们哪怕自己想玩过的好玩的游戏 都可以推荐给胡同 她会采纳 如果特别好的话 还真 但是像二十个我这种 推累的游戏 其实也 你采纳过了吗 哪些是网友推荐的游戏 哪个是采纳的 其实上次那个 就是在那个 鲨鱼馆 就是网友跟我说 是纳粮的游戏 鲨鱼馆 就是黑屋子那个 黑屋子那个 那个叫纳粮游戏 为什么叫纳粮游戏 为什么呢 它有个名字 我刚才也不知道 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还说 夏天晚 韩国它有一种 像鬼屋一样的 你也没解释清楚 是人死了 就粮了 这个意思 还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 那游戏叫纳粮 就是国外的一个游戏 直接的 是有个地方叫纳粮 对 你承认了个什么事 不是不是 我在想纳粮 你承认了个啥事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纳粮 是国外 因为它有很多好的 来我看一下 你问有没有发生变化 哈哈哈 你这一说 但是倒是有 而且我这次发现 网友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就是那个抖音出来的 不能说 短视频 你说别的地方 短视频 别的短视频 那种游戏 就那种加字游戏 哦 我们有个试试 苗哥试一下 可以啊 真的 加字游戏是什么 怎么玩 就是给你一个名字 你在里面加个字 不是 是你加字 必须成立 杨迪 我们懂怎么玩 一人说一个字 好 杨迪 好 林姐 帅杨迪是吧 对 臭 哈哈哈 来吧 杨迪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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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个名字 看谁先垮掉 杨迪不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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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你来 我呀 你也要玩啊 丑杨迪不帅吗 不是 我 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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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迪帅 听我说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东北话 你丑杨迪不帅 对 对 你丑杨迪不帅 你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 你丑杨迪不帅 你丑杨迪不帅 我看见几个脸 好行 丑丑杨迪不帅吗 还这样 你丑丑杨迪不帅吗 对 你丑杨迪 说谁 不帅 你丑袖 你丑 combinations处者不帅 你丑colm杨迪帅 帅 帅不帅 不帅 你丑 acoustic tou迪帅帅 帅不帅 帅不帅 你丑namentsällen帅帅 帅不帅 帅不帅 你有道理了 你们丑®他帅不帅 他们好看 一个事情 你们仨仨仨仨仨仨哥他帅不帅吗 好有礼物 人数越来越现实 你们仨仨仨仨仨仨仨哥他帅不帅吗 说帅 这都已经不像一话了 你们仨仨仨仨仨仨哥他帅不帅的吗 的妈 的妈不行 妈不行 反过来就行 吓人 行了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了 再聊一句可能要 我的号要